跟生命电视放生去 走 跟生命电视放生去 跟生命电视放生去 这是天台释教仪 法法释教已经讲完了 现在这下去是讲修行方面的道理 释教仪的科判 解释释教仪的仪文 有三大科 第一 正明实教 就是正说明五十八教的道理 就是刚刚到上次把这个原教讲完 现在是第二 略是灌伐 就是大科的第二 略是灌伐 灌就是修灌 就是天台有三指三观的修法 这里把这个教义 理论方面的道理说完之后 现在要讲这个实行正修 显示天台中的教义 它是有教有观 也就是有解有形 以现代话来说就是有理论 有实践 前面的教 注重在解 那么就是属于理论方面 现在要讲的观 是属于这个实行方面 就是时间 那么佛法是注重在实地去修行 才能够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的 所谓 必定要 这个一解起行 一解道行 有解有形啊 才算是真正在学佛 如果只注重在理论方面 有教无形啊 那就是有偏差的 那么只是了解的很多 顶多只是一个学者而已 不能够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 那么现在私教义 虽然是注重在讲 实教的理论的道理 但是最后也得简单的叙述一下 对于天台的修行方法 所以科班叫做略是观法 简略的显示修观的方法 前面所讲的法法是教 各个有它的修法 那么现在的这里总和起来 加以说明 那么略是观法有两段 第一总是第二别说 先总一说明 有教有冠 是教修行的这个总一 证文就在第36页翻过来 第36页翻过来的最后一行 上次是讲到略名原教未经 现在接下去就是略是观法的总是 总以显示修行的方法 证文里面说 然依上四教修行时 各有方便正修 然是转于词了 上面把这个方法是教道理说完了 现在要讲这个修观的方法 所以用过然字转过来 依照上面所讲的四教 就是藏通别原这四教 依上面所讲的四教 各个有它的修行方法 藏教修西空观 通教修体空观 别教修次第三观 原教修一心三观 那么每一教都有它的修法 所以依照上面已经说过的四教 要说明它的修行的道理的十何万 每一教的修行 各有方便正修 各只是教各个有它的修行 之前的事先准备的条件 方便就是方便 方便就是要正修之前的事先准备 正修就是正在下功夫修观 那么这个方便正修是什么呢 下文接触就说 为二十五方便 十圣灌伐 所谓方便 所谓方便就是五五二十五种的事先准备 要正修只观之前的事先准备 有二十五种 五个五五五二十五 那么因此称为二十五方便 而正修呢 正修就说明这个十圣灌伐 第一关不思义尽以下的十圣灌伐 那么每一教就是藏通别原始教啊 各个都有它的这个方便正修 两方面的理论 道理修法 若教教各名其文 教教各名其文少凡 如果是私教啊 藏通别原始教 每一教都要把这个教义说完之后 就要说它的方便正修 这样子说起来啊 听的人会做的比较烦了 现在用这个凡字啊 是烦恼的凡 那么应当是用那个凡多的凡 凡多的凡 因为如果是每一教都这样子讲的话 文字太多了 那么听的人就会嫌这个文字太凡多了 那么用这个凡字啊 是因为文凡了 文字太广 文凡 文凡 说的太多了 人家听得不喜发而厌凡 发生这种情况 采用这个凡字 但是文凡的凡呢 不一定要死 会死人心凡 假如文凡就会死人心凡的话 那波瑶部的尤其大波瑶经那不会有人看 那更烦了 那相同的文字啊 多的简直不得了 一部大波瑶六百一句呢 说一句也许是比较超过的话来说 可能有十分之八都是相同的话 没有看过大波瑶就不知道 假如你看过大波瑶的话 你只要看他三十卷好了 不必多 二十卷三十卷 你就会发现这个文字太凡了 相同的啊 那么相同的文字啊 说了又说 说了再说 不晓得多少遍 那才算是反呢 那才算是真反 每一教说过方便正修只有四次而已 实际上比起大波瑶来 不算反 那么大波瑶上前有人看下去 也未必就嫌他反而厌反了 所以这个凡字啊 也许因为这个边路的人啊 是高立国人 他用这个文字啊 有的时候当然是不会比汉民族的人 用的比较恰当 所以这个凡字啊 如果是按照他的这个意义来说 应当要凡多的凡 那么用这个凡是因为凡多了 而生起厌烦之心的反了 不管您怎么说 总之如果每一教都要这样说的话 恐怕有人会嫌烦 所以现在就前三教不说 赞同别三教不说方便 不说正修 现在把它总和起来呀 在原教说完之后啊 才总和起来说 所以意义随意啊 名数不别 每一教的方便正修 它的意义可能有不同的地方 意义就是不同了 虽然有不同的地方 但是它的名下数目字啊 是没有差别的 是相同的 上教他的修行也应当要先由二十五方便 然后才论这个实生的正修 不过他的观境比较没有那么深入而已了 那么论他的正修也有他的实生惯法 教官刚宗啊 就是用这种方法 并没有人嫌烦 教官刚宗就是每一教 法法是教的赞同别人的每一教啊 都论六基 四教六基 实生惯法 一一度说 都四教 每一教都一样的说法 文字啊 数目字是完全一样的 而内容不一样 所以说意义 虽意啊 意义 它的道理 前一个意 道理 意 下面一个意 心意的意思 意识 它的道理 它的意识 虽然有不同的地方 但是它的名相的数目字 是不别的 相同的 都是实生惯法 都可以论六基 都可以说二十五方面 故今总明啊 可以意识 因此之故 既然是意义 虽然稍稍有不同 它的名数相同 那么不妨 现在就把它总括起来说明 那么至于前三教啊 你可以按照这个原教的意义啊 把它类推可以知道 所以说可以意识 实际上要意识是很不容易的 假如对于这个天台教里不是彻底下过功夫的人 您教他没有看到文字 只看到原教的方便正修 就要体会到藏通别三教的方便正修 那必定是个高人 超人的智慧 才能够一知 如果中下根性啊 是不可能一知的 这只是啊 作者 编路的人啊 一个吞词啊 他想要到这里打住 不是一教一教说明吗 只好这样说 您自己去想好了 您自己去动动脑筋吧 用意就可以知道了 不必我说了 作者的意思是这样子啊 那么实际上呢 中下根性啊 您就是说得很明白 他未必能够领会 何况没有文字 要他去体会呢 当然是更难了 因此之故啊 偶一大师啊 住这个教官刚中的时候 他每一教都说 因为恐怕我们 这个中下根性的人 不能一知的缘故了 那么如果要详细知道 四教的 这个方便正修 可以参考教官刚中 不过文字也很简了 如果没有CC去研究啊 也很不容易了解了 这就叫做总是 总一显示 四教同样有方便正修 现在是总和起来说明的 下面就按照这个方便正修两端啊 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啊 就是下面就是 烈士惯法的第二 别说 别 个别 就是二十五方便 十圣惯法 分别一一说明 所以叫做别说 那么因此就分为两端 第一 二十五方便 说明二十五方便 第二 说明十圣惯法 十圣惯法 就是对于这个二十五方便呢 虽然是简单说明 那么也得先列出他的名目 标示 列出他的名目 叫做标列 然后按照这个五五二十五方便呢 呃 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就是分别解释 说完了 总结上文 啊 所以就是解释 那么正文里面两行多的文字 就是标标列 啊 言 二十五方便 者 什么叫做二十五方便呢 是拿二十五种呢 下面就把这个名项列出来 数为五颗 把这个二十五种把它合并起来啊 因为它是五个五 每一个五是同类的 是五个五 所以把它啊 数数起来 分为五颗 就是五类 啊 一 聚五元 二 喝五欲 三 去五盖 四 调五四 五 行五法 这一段就是叫做标列 标是 它的二十五方便的名目 列出二十五方便的五颗 所以叫做标列 呃 要说这二十五方便之前呢 我们应当要先了解天台指观 呃 从中间的尘朝到水朝统一 呃 呃 这一段时间出现在中国的一位了不起的呃 天台中祖师 呃 发发文句,这是注重在教理方面,摸和止观呢,就是在修观方面的一部最完整的大书。 那么智泽大师一生所说,有关止观方面的著作呀,他的文字,按照他的意理来说,有三类,就是有圆顿止观, 有见识止观,有不定止观,这三类,圆顿止观呢,最圆最顿的这个修法,圆顿止观,就是摸和止观,摸和止观呢,是智泽大师在隋朝隋文帝的开访十四年, 隋文帝开访十四年呢,就是西律纪年的二百四十四年,距离现在一千七百几年前 开访十四年,开访十四年,在夏天节下的时候啊,智泽大师在荆州的玉田寺,在玉田寺,为当时的学子们讲这个摸和止观, 九十天,讲下的摸和止观,由他的弟子张安尊哲,把他笔记起来啊,成为一部摸和止观,就是现在在藏经里面的一部摸和止观,呃,本来写作十卷,但是他每一卷都分上下, 比如说卷一,由上由下,一直到卷十,各由上下,那么因此就成为二十卷的摸和止观,呃,那么这是最大部的,那么称为原顿止观,这一部摸和止观啊,呃,一直到唐朝中介, 京西沾然大师,有加一注解,叫做摸和止观普行,呃,呃,下面还有三个字叫做红传结,简称就叫做止观普行,辅导摸和止观来流通的,呃,那么就是一部注解, 他这个摸和止观普行啊,呃,非常,呃,这个,这个价值之高啊,那是非常之高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不过但是佛门中对于这个止观普行啊,有大用,就是儒家,呃,这个研究中国文学的,他也要参考这个止观普行,呃,看看这个,呃, 呃,陈远安的,呃,那个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里面就可以知道了,他对这个止观普行啊,呃,他赞叹牛家,呃,而且他提出在古代那些儒家,并不是佛教徒,他只是一个大学问家, 研究中国文学的 无论是金石子集 它都要有这个辅行的帮忙 因为这个辅行里面 它当时揭露出来 运用在摩河指冠里面的好多文字 是中国文化的古代的那些著作 金石子集四顾全书 四顾全书里面 有的现在已经看不到的 在当时不容易看到的 可是它在指冠辅行里面都能发现 甚至有这个学者呀 根据指冠辅行啊 把它有关金石子集的那些文字 都把它揭露出来成为一部书 而加以流行 可见这个金西大师的学问之博呀 不但是对于佛法博通 而且补通到中国的古代所有的文学 金石子集无法不通 所以才能够运用在这个辅行里面 那么这是帮助元顿指冠的解释 就是摩河指冠 这是叫做元顿指冠 最详细说的最理想最好的 在唐朝初啊 还有把它翻成翻文了 传到印度去的 所以有一位 这个大德 他曾说过 他说并不是说要从印度来的才好 我们中国的祖师啊 有许多很了不起的著作 印度也没有的 他说举个例子 摩河指冠就是 他说知识大师呢 摩河指冠还要翻成翻文 传到印度去 可见我们中国人呢 对这个教理的研究啊 那真是很了不起的发现 他有发前任所未发的地方 所以这部摩河指冠最负盛名 这个叫做元顿指冠 其次是属于这个剑刺指冠 就是按照次第来修 由浅入身 由下而上 这种剑刺指冠呢 有一部书叫做 是禅波罗咪四帝法门 简单称他叫做自帝禅门 这是知识大师在成朝的时候 他还年轻的时候啊 在成朝的成选帝啊 大眷元年 是C级的569年 那个时候 知识大师就在这个瓦关市 在瓦关市啊 讲这个四帝禅门 以摩河指冠在前 前二十多年就讲的 那么因为这个摩河指冠讲了没有几年了 知识大师就入灭了 知识大师是在隋朝开放17年入灭的 他14年讲摩河指冠 17年就入灭 就涅槽了 而这个见识只观是 还是在成朝的时候 那么当时讲这个次帝禅门啊 由他的弟子 法神法师啊 把他笔记下来 但是笔记下来之后啊 文字显反了 张安尊者的文字比较好 再加以修士啊 那么现在流通的次帝禅门的本子啊 就是这个 由法神法师笔记下来 经过张安尊者修士过的文字 很优美啊 那么上面这两部大书 就摩河指冠 跟这个剑刺指冠的次帝禅门啊 详细叫做 士禅波罗密次帝法门 台南赞然啊 赞然士啊 都有啊 把他影影流通啊 因为那个赞然士的开山 飞风法师 他是学天台的 而他的弟子们 为了要纪念这个飞风法师 纪念他的师父啊 所以就把这个天台的焦点 尽量把它翻翻印出来 差不多都是根据这个木板古书啊 加以影印出来 摩河指冠有单正文 只是指冠的正文的摩河指冠 现在影印出来就是一后车 金装一车 士禅波罗密次帝法门这一部书 我有一部木板古书 木板的有十本 那么也是借给赞然士把它引印出来 现在也有流通文 这个引印本呢 就也是印成一车 一后车 金装一本呢 叫做士禅波罗密次帝法门 现在都可以在台南 台南市的 这个赞然士那边呢 可以请到 这个不过这个文字啊 六朝文字当然是比较古老 不懂文言文的看起来就比较辛苦一点 其次是不定止官 剑是按照士帝来的 还有一部叫做不定止官 这个所谓不定止官呢 就是可剑可顿 那么也可以做剑修的这个接范 也可以做顿修的用途 这个叫做不定止官 就是六庙法门 另外有一部六庙法门 正是智者大师 也是在成朝的时候啊 成朝的宰相 姓毛明徐 这一位宰相啊 他一学佛 那么亲近智者大师 要求智者大师啊 为他说一个这个修行的方法 那么因此就跟他说这个六庙法门 就是素随止观环境 这六个字 素随止观环境 这六个字 就是六种法门非常微妙 素随随随 修止 修观环境 这六六门的这个修法 所以叫做六庙法门 这部书后来是传了 最近啊 就是民国初年的时候 才从日本那边请回来 现在这个大政杖里面 就有六庙法门 那么现在也有单行本流通的 那么往往因为文字不多啊 是附在这个小指观的后边 那么他论指观 由于有原论指观 剑斥止观 不定指观 有上面三部 而这三种的指观的修法的入门书啊 另外有一部简称叫做小指观 详细的题目啊 叫做修习止观 修习止观 奏禅法药 修习止观 奏禅法药啊 它的简称就称为小指观 所谓小啊 不是大小的小 就是简略的意思 可以称为略止观 摩护止观 摩护止观是广本的 小指观是略本的 对摩护止观而言 叫做小指观 是一部简单的略本 也叫做同盟止观 这一部书啊 就是修止观的入门书 修止观的入门书 假如初学修止观的人 一开始就看圆顿止观 看摩护止观 恐怕很难入门 一开始看剑识止观 是禅波罗密斯的法门 恐怕也很不容易了解 那么毕竟先从这个小指观下手 启蒙啊 修止观的启蒙 那么这部书 是智泽大师啊 因他的俗家的哥哥 就是陈真 因为他的哥哥 他想要修止观 但是他做观 忙不过来 而且有人说他会短受 他怕死 那么就要求他的哥哥 他的弟弟啊 智泽大师 说你的修法能不能教给我 那么智泽大师说 没问题 你只要按照这个 止观的方法去修啊 您就能够正负元收 那么就是 做这部小止观 用意 就是要给他的哥哥 在家能够休息的这种小止观 但是文字里面 这个二十五方面 很多都是好像对 邱家人的讲法 那可能都是根据这个 剑刺止观 跟这个圆顿止观里面的文字吧 他简略浓缩出来的 没有改写 所以啊 有好多文字上看起来 好像是对出家人讲 可是他的哥哥 就是利用这部书啊 来修学这个止观 后来得到元寿 不但没有短寿啊 少年正常 身体健康 所以有好多人 以这个小止观去打坐 学习打坐 这才是正轨的打坐了 现在一般学打坐的 往往有些会发生错误 学到这个外道 道门的打坐 例如有些什么 达摩做工啊 还有什么 其他的这个道门的做法呀 那都是把这个道教的做法 奉合起来的 那么呢 就是这个蒋维桥 就是起初修学的时候 也是看着这个道教的修法的打坐 所以他开始的著作叫做 因事直径做法 那是有参合这个道教的东西的 后来看到小止观才知道 要小止观才是正轨的做法 那么后来才把它改编 那么因此之故啊 这个小止观就是修止观的入门书 那么去年我曾讲过两次 一次是我为同学们讲的 因为时间短只讲了三天 那么太简单 只是单讲那个前方便 一次用客家话 也讲了一个大意 讲了九天 那么如果你要一定要专门研究这个止观啊 要按照上面的入门书去下功夫 现在这里啊 只是提示一个大纲 简单的介绍 不能做专门学问去研究的 假如你有心要学止观 那必定要按照上面所说的 那么第一步 先从这个小止观入门 先研究小小止观 先把这个小止观学好了 然后啊 再去研究这个次第禅门 以我个人的经验呢 对止观的教点 有个次第的修学方法 第一先学习小止观 小止观学好了 第二看这个四禅波罗密次次第法门 研究这个次第禅门 因为你把次第禅门学好了 把那些有关禅门的名乡啊 都有一个概念 比如发被蛇 发血托 八胜处 十一切处 十六 这个十二门禅 通明禅 这些道理啊 在这个次第禅门里面都有说明 那么如果不看这本书 一下子就看原顿指观 恐怕不容易了解 因为道理太深 开头的道理很深 所以我认为第一先看小止观 第二看次第禅门 第三看六妙门 第三看六妙门 那么这些都有一个概念了 有一个轮过了 然后啊 再来看原顿指观 看魔法指观 那么这样子 就可以把天台指观了 一难无疑了 那么好好把这个文字方面 下过一番功夫之后啊 然后再去修学 那就会有很大的成就的 现代的人 因为没有这个时间 那么很少能够把这些指观了 好好下功夫去修学去看的啊 如果能够做到 那是很难得的啊 因为这是一个在佛法里面专讲修行的 修止观的根本法 因为佛法的修定修徽啊 总不出止观 所以洋人山居师啊 他曾说过 止观法万事师 他说这个止观的修法呀 是万事修学佛法的老师 修学佛法就是平常所说的所谓如来禅 你必定要修止观 不修止观就不算做修学佛法 所以起习论讲到后来 也是叫人修止观的 所以这个止观呢 站在佛法的立场呢 是有很高的地位 很重要的一门 那么这是因为要讲这个 二十五方面之前呢 先把这些教典 天台的修观方面的教典呢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各位如果有心要研究的话 要学习的话 可以按照上面这些教典呢 去学习 小止观的书比较容易看到 还有高灯海居士啊 他一生就是学习天台止观的 他对这个小止观呢 他有很深入的研究 他曾讲过小止观 那么写了一部小止观讲一 后来要适应现代人的看法呀 就把它改名啊 叫做佛家静坐方法论 佛家静坐方法论 有这个题目啊 很吸引人 现代人想要学习请坐 静坐都要看这本书 那么这部书在商务运输馆呢 运行流通 是小本子 字太小了 不过里面措置很多 我去年曾把它看过啊 曾边有一条看物表 哦 里面说是有好多的啊 那么这个静坐方法论呢 里面有独到的见解 值得我们初学的人学习 如果是要研究小止观 这是一部很好的入门书 可以做参考 单看原文呢 不容易了解 假如你看这个佛家静坐方法论 就比较容易了解 虽然是 这个著作里面 未免少少有一点 不大理想的地方啊 但是呢 好的地方 还是占了十分之九的 这很了不起 很难得 如果要研究小止观 可以先参考这个 佛家静坐方法论 现在已经出版到第九版了 他一版出多少本不得而知 但是既然出到第九版 翻译第九字了 可见这部书的流通情况了 那么其他也有保镜法式的 修行止观坐船法要讲述 就是一种讲解的讲义 那么也还有简单的 单说小止观的 这个二十五方便的啊 就是二十五方便啊 几要书简单的说明啊 也是由这个呃 保镜法师说的 在他的前集里面都有记载 那么其他现代人 也有一些现代人的研究啊 不过内容如何 我没看过 不敢做随便介绍 不过我认为 看上面所说的这两三部书 是呃可以做修止观的入门的 那么到这里为止 我们言归正传啊 讲到我们现在本子上的文字啊 这里所说的总是啊 要先了解这个总是的 五五二十五这个文字啊 他为什么有这种的 啊 事先准备的啊 条件 为什么具备这些条件 都有他的用意的 那么要修止观之前呢 是需要具备这些条件的 那么这并没有超出这个四教的范围 就在原教来说 前面所讲的五评 第一的随习评里面的啊 那个讲这个随习的时候啊 讲五回法门的开头 都有讲到啊 那么所谓正修 那个正修止观呢 现在就是讲这个道理啊 前面那个五回呢 就是住修 是住修 这是正讲自修的道理 要正修之前 要具备这些条件 就是要五五二十五个方便 那么第一就要持戒清经啊 那么这个具五元啊 具五元呢 就是五种住元 第一 持戒清经 第二 依实具足 第三 贤居尽处 第四 系住远无 第五 尽善知识 那么这是第一 第一的具五元 具五元呢 就是叫五类 为什么要讲究具备这些条件呢 这个五元当中的第一 持戒清经 假如你学佛的人 修止观 不持佛所致的见法 那就没有办法离 离开这个五道的因缘 要离五道因啊 必定要持戒 所以持戒清经的用意啊 就是要修止观的人啊 离远离这个五道之因 三五道 第一 恶鬼出生 远离欧道之因 持戒就升天作人啊 不知堕落三欧道 所以持戒清经啊 就是为了要离欧道因 所以要持戒清经 这是第一 第二 为什么要一时具足呢 没有一时的这个 平常的这个需要的这个 就是维持生活啊 最起码的维持生活的这个条件 那你的道心啊 就没有办法相续 会发生阻碍 所以要远离这个希望之源 假如你没有一时具足 没有人帮助你 一时不足的话 那一天到晚忙着一时啊 那你修行就会打了很大的之扣 不能专修 这都是因为专修的时候 例如打气专修 那种情况讲的平常时修行啊 当然不妨啊 一边讲究这个 筹办一时方面的工作 一边修行 这是平常时 专修的时候就要一切准备好 就在专修的时候 可以远离对一时的期望之缘啊 第三要有闲居尽处 有安静的地方啊 来专修指观 因为太杂乱的地方 杂音太多的地方 心进不下来 初学的人心进不下来 进不下来 只观就没有办法修好 所以这个巨五元的第三个条件呢 要有选拘进出 既然有选拘进出啊 自己要吸住原屋啊 把这个平常的杂物啊 要把它停止下来 假如不把杂物停止啊 不能专修 这是讲专修的时候 平常是早晚或自修啊 那是不在此先 当然是一方面做自己的工作 一方面有定课 用功修行啊 打坐都可以的 但是如果是像打击一样的专修 那就要吸住原屋啊 第五要尽善知识 没有善知识清经啊 有问题没有人帮助你 发生什么问题 有疑问的时候 没有善知识可以帮助了解 也没有人鞭策 懈怠生起来啊 没有人鞭策 所以因此之后 第五啊要有善知识 那么这就是第一 巨五元 需要具备这五种的住原呢 才有办法把这个修指观的修法做好 所以现在是先讲这个第一 巨五元 那么现在可以看出证文 看出证文 出名五元者 就是先讲第一巨五元的 五元的名项嘛 刚才我已经提出来了 那么他这里没有把一一的名项列出来 就按照这个五元的第一啊 先讲慈戒清经 一 慈戒清经 第一个条件就叫慈戒清经 受持佛戒 如法慈戒 一戒为私 为什么要慈戒清经呢 下面引证经文说 如今中说 好像经文里面曾经这样说 一因此戒 得三诸禅 极灭苦智慧 事故比丘 应此境界 这一段文是出在佛遗教经 佛遗教经 遗教经里面佛的弟子们说 波罗提木参 就是佛弟子的大师 就是佛灭度以后 遗戒为私 为什么要遗戒为私 依照这个戒法 此戒 一因此戒 就得身诸禅定 即灭苦智慧 戒定慧三无漏学 那眼镜里面是说 由戒身定 因定发慧 事这名为三无漏学 现在这里根据 佛遗教经说 戒能生定慧 定慧都由戒生 所以这个戒法 持戒清经 就能够得到禅定 也能够得到灭苦的智慧 智慧能灭苦 就是断烦恼了 烦恼断苦就灭了 所以叫做灭苦智慧 有智慧才能断烦恼 烦恼断才能断灭苦恼 所以叫做灭苦智慧 因此之故佛弟子 以比丘为首 应当要把戒持得清经 应当持进戒 就是把戒好好持好 无论大小 众轻都要如法持好 那么虽然单止比丘 这是根据 对佛仪教经讲的 佛仪教经 是佛林家入涅盘的时候 对比丘讲的话 所以都以比丘为首 那么比丘啊 是佛弟子 四种弟子的上手 是比丘为首 其他四种弟子 统统包含在内 那么戒法的分别 有在家出家 大小二圣 二圣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下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僧才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在珠山长老、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 财团法人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 有即回归佛陀本怀 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的多元形式 将佛法传扬于社会 并藉由慈善公义的参与 落实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 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 副分语系及宗派传承 致力于南传、北传、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其能宣扬佛法以及推广书实、护生等的慈悲理念 由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 携成敬邀各界大德 踊跃护持财团法人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欢迎您一起来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具 照破黑暗、传灯无尽 贵物介绍 护持弘法、培育生财、生前安养、医疗及生活救助 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音质 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 设置传教场所、护生等之佛教弘法慈善护生相关活动 立案字号台内明字第109-005-1120号 统一编号8751-5434 通讯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 服务电话03-989-9319 随起 34w.5tv.org.tw 斜线 A DATE 斜线 S USTAIN HDM MING 念阿弥陀佛 持灾除罪二百节 阿弥陀佛书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万倍 宜兰大监观音道场 举办共万灯祈福法会 恭请赞江法师赞同法师共同组法 日期6月24日农历5月15 星期四晚上6点半 日期6月25日星期五上午8点半 八关斋戒即恭送官无量寿经 恭请赞江法师赞同法师共同组法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防疫及生活物资共申包 夏季农历4月16日至7月15日 为僧众节下安居致力修行之旗 也因应疫情升温 应尽量减少外出 以降低群聚感染风险 故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特别推出防疫及生活物资共申包 提供偏远或于防疫期间 不便外出之僧众 名声用品与食品 填写表单如下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观音的慈悲 佛经中说 妙音观世音 半音海潮音 圣礼是天音 而事故需常念 在所有的声音当中 念观音菩萨的声音 是最殊胜的 它是海潮音 是最殊胜的妙音 大家请共念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愿我能得 无尽悲心 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 得亚他 很正常 阿瓦波达 那耶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演唱 coughing 帅 todos 永期观世音菩萨 停工作室 然后再被人×ниб� 洋国敌 Growt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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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